北京时间8月8日晚上7点 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式 闭幕式典礼再一次出现了让人想 心脏扑扑跳的一面 首先是开幕式上的BBC音阶滤镜 再一次在闭幕式上出现 然后是表演者出现了十分诡异的一面 日本网友吐槽 这是葬礼吗 直接一名打扮奇特的舞者在现场翩翩起舞 穿着绿色的衣服 眼神让人看了都害怕 直接翻白眼 再搭配上音乐以及那黑乎乎的画面 这个场面看了让人十分害怕 十分吓人 日本网友也是十分崩溃 吐槽说道这啥呀 好可怕 受不了 手语老师都看不下去 了 完全是葬礼 是在考验观众胆量吗 这一次日本东京奥运会 无论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 着实是有日本特色 但整个舞台效果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看了都要颤抖 连日本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这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 东京奥运会 日本队表现神勇 拿到了27块金牌 是对史夺金最多的一届 不过搏击项目占了16块 下一届巴黎奥运会 日本会拿几块 让人关注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